大家好 大家好 這段影片播出是10月10日的 大家好 這次真的想說說一個新的女團的誕生 我覺得真的有一定的熱度 這對女團叫做UNI 自稱是自知獨立創作 四個人出來 可以在The One 在劉聯雄旗下的商場 即場跳舞 現場都有記者 做不到直播 但是表演極其差劣 差劣的程度 令很多人都接觸到 而劣平如潮 很少有 香港一個唱得差的女團 可以因為唱得差 而這麼多人留意到 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所以我就想說 另外 今天原本是出《龍虎門》 但是《龍虎門》 早了一天在昨天出 這個是王玉郎接手後的第一期 但是 變成沒有的 《塞機無神》 組出之後 在我做節目這一刻 我是買不到的 即是我覺得王玉郎 是很成功的 即是這個做生意手法 各樣東西 一會兒我會稱讚他 為什麼他做生意手法 厲害 但是我覺得很討人真 一會兒我會跟他說 我們先進正題議 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鈴的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什麼片段 我想說到女團 當然我們會想起的是四小花 但是四小花 之前他們在星夢一的比賽裡面 拆開了兩隊 TVB在2021年 第一次 臨時拼了一隊女團 在星夢一的比賽 那時候 Aaron Y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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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回合都是他出場 所以呢 閻明熙沒有唱 How you like that? 但是呢 就是他 因為整個可能的比賽裡面 每一回合都差不多 五回合裡面有四回合都見到閻明熙 其實TVB這個設計很成功 這個呢 大家起碼就說 逼我這樣看很多次閻明熙 而他的表現真的不錯 唱洋蔥 我說回我星夢一的記憶 是不是? 接著呢 在整個比賽結束之後 星夢就立刻開畢業演唱會 畢業演唱會裡面 四小花呢 再唱How you like that? 但是四小花呢 就是說Yumi、閻明熙、Chantelle 和Windy呢 四小花去跳 當然啦 訓練有數啦 準備好啦 還有他們四個裡面 其實個個都 都不差啦 跳舞能力 Chantelle 都不差的 老老實實那句 就是呢 TVB呢 真的是吃了頭淡湯的 把那個韓風呢 在香港copy 而找呢 真的 十幾歲年輕人 這樣 這個是我 最有印象的 培育女團的方法 TVB呢 是 她成功的 喏 即是呢 現在呢 那個 Yumi呢 真是 很好 喏 你找四個很漂亮的女仔 和四小花呢 未必差太遠 即是人言人暑啦 有些人說 喂 哪裡夠閻明熙 哪裡夠閻明熙啊 夠Chantelle 我不管啦 即是 這個世界呢 個個不同的 是不是呀 有人覺得 他們很漂亮都不頂呢 不敢咬死 但是 真的呢 四小花呢 就唱 How you like that呢 雖然不知道她的韓文唱什麼 但是 總之四個都是 穿短裙仔啊 那時候在演唱會那裡 他們四個呢 基本上是copy出來 但是呢 就跳到亂了 那些聲音呢 就五音不全 即是 你在想 啊 真是好厲害啊 那 當年呢 四小花呢 你會見到她自己拼自己啦 譬如說 沒有理還是愛理 是Wendy拼 賢明熙這樣 是不是呀 那你 跟著 Wendy會比較早些 就淘汰了 因為 沒有理還是愛理 那裡輸了之後呢 跟著就沒有多久 就唱多一首歌啊 就死了 這樣 但是呢 Wendy已經和賢明熙陷了 就已經是深淫深了 因為 沒有理還是愛理呢 大家都死煲難煲的嘛 那個MV 是不是 那麼 跟著呢 另外 兩小花呢 那 Chantelle和Yumi呢 都是殺到最後五強的 啊 所以呢 四小花呢 當然呢 其實都是一個 我覺得是香港最成功的女團 近年 啊 那這隊 呢 是可以呢 人家賣唱歌好聽 他賣唱歌難聽 人家賣 跳舞齊 譬如說 舉例 現在他們四個少了 嚴明熙啦 三個唱CYA 那都不差的 就是我看某些片是他們現場 跳的 都不差的 都齊的 他們四個一出來是 什麼都不齊啊 唱又難聽啊 但是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劉聯雄會被他 在The One 設個台 讓他們唱呢 這個呢 很神秘啊 跟著呢 查另一個報道啦 那時候呢 真的很過癮啊 又會見到呢 陳欣健鋪頭啊 那陳欣健就說 喂 當事不關我事啊 所有東西他們自己給錢的 這樣 這個呢 就是 我不知道 這四個女孩子 後面一定是有一間公司 不過呢 究竟是 是 是 是什麼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關不關陳欣健的事呢 我不知道了 但是陳欣健呢 後面那間 就叫做天文娛樂 那天文娛樂呢 下面的人 很多都在TVB裡 跟TVB的關係 就真的可以說 很複雜啦 就是 很有關係 又可以沒有關係 這樣 為什麼呢 譬如說 那些什麼 許俊豪這樣 在TVB呢 做 在劇集裡面做很多 很多 配角的角色啊 就是男兒的層次啊 關家敏就簡直就 福樂壽訓練學會就出了位了 那就是說 如果你說這四個女孩子 是陳欣健旗下的呢 真的我不敢說 不敢 不敢 不敢說一定不是 但是呢 我覺得呢 那個宣傳手法 真是有創意哦 哇 好厲害哦 真是 當年 賢明熙啊 加Chanel啊 Windy Yumi 就以 樣子靚 聲音正 哇 她就以樣子靚 難聽跳舞不齊 來出到位了 哇 真是好厲害 這個 這個呢 後面是有一股力量的 因為呢 可能是用了很多錢 買view 你呢 在Facebook啊 不同的社交頻道啊 逼你都看到她的短片 啊 真的覺得 真是這麼差的 真是這麼難聽的 啊 真是 好厲害 OK 所以呢 我這樣也說了九分鐘啊 OK 另外呢 說一下龍虎門啊 那龍虎門呢 就是 上一手合約 鄺彬強的時代就完了 啊 那現在知道呢 將會呢 是 黃玉郎呢 基本上呢 就是 講很多客氣的說話 什麼什麼 呢 他就說呢 將會 在 算了 今期啦 就會運作多四期 是關於呢 新駐龍虎門的劇情 那過了 四期之後呢 在11月呢 就進入呢 叫做新編龍虎門 那就是說呢 現在不是叫新駐啦 將會出現一個新編龍虎門 那新編龍虎門是什麼呢 那黃玉郎就賣關子 現在知道就是這樣啦 那呢 就是說 你要知道 啊 黃玉郎的計劃呢 今期不會看到的了 啊 你是下期 再買 他就撕一點點出來 告訴你 他將會怎麼計劃 啊 將來是怎樣 那但是呢 啊 啊 今期呢 黃玉郎的做生意手法是成功的 那就是我又想就是 哎 你10月10日出 你又接手 看看你有什麼花款啊 打算去買的 啊 啊 塞機無神說 啊 10月9日出來了 那當然啦 他出來了就沒辦法啦 是不是啊 那就是 沒有的 那我住那個地方 那 根本就 沒有入到 沒有 根本就沒有輸 我不知道啊 我想呢 10月9日出的時候呢 可能呢 可能在九龍那邊可能見到的 如果你說新界區那些就沒有了 我懷疑了 可能很多報反都不知道他早一天出不定 真的不知道了 又或者 由於他網絡滲透 可能有一些讀者收到封 急急就賣了 始終我們四五六十歲的人 很多童年回憶都是黃玉郎時代的龍虎門 你說黃玉郎從長龍虎門 的確會令這些舊讀者 八八掛掛想買來看 所以黃玉郎是一個升級的人物 不過他這樣說了十月十號 突然間說十月九號出 大家被他殺過措手不及 又買不到書 我覺得這個變成做了一個聲勢 就說原來大家都很喜歡龍虎門的 大家都很喜歡龍虎門 但可能大家買了一兩期三期四期 買到第五期五六期之後 如果你龍虎門沒有背面的話 大家一樣會扔輸 這個我又不知道他將會怎麼發展 老實實 不過我又看到網上出的圖片 我又覺得抗崩強時代 黎智昌 的人物面相 是比現在更漂亮 老實實可舉 那就不知道你了 我不知道你四期之後 龍虎門用誰去畫 人物的樣子 那些 如果以第一期 這一期 那些 我的話則來講 不如抗崩強時代 不過抗崩強時代的故事真的差 就承認的 不過我覺得 就由於 新著即將玩完 他將故事推到 十揚對無間 這個我又覺得 對抗崩強時代 我又給回高分 因為呢 他令到完結 好像也很燦爛 不過當然了 那我看看 如果我會下次再講 龍虎門用股 就是 新篇出版的時候再講 好就這樣先